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个定理 这个定理呢 他就是说 如果有两个随机变数 也就是 S跟Y 要来求期望值的话 那么呢 我们可以把 这一个呢拆开来变成两个 也就是拆开来变成 S的期望值再加上 这个随机变数Y的 期望值 这样 那这很容易可以证明 我们来证明一下 我先把这个左式 照照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利用期望值的定义 也就是利用这一个 期望值的定义 那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是 是X 那在这里呢 是X加Y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把 这里的X呢 全部改成 X加Y 所以呢 我们现在 把这个X1呢 改成 X1加Y1 那把这个X2 改成 X2加Y2 这样子 一纸类推 然后呢 我们把 这些挂号都 承开来 然后呢 再整理一下 这国中生就会做了 所以呢 你就可以得到 这两项 那这一项呢 它刚好就是 我们这个 E of X的定义 所以呢 我们就把 这一项呢 把它 写成 E of X 这样 那这一项呢 它只是把 我们这里的X呢 都改成 Y而已 所以呢 我们现在 就是可以用 E of Y 来代表这一项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个例子 连续投资 一公正 才是 两次 那X呢 代表 第一次出现的点数 那随机变数Y 表示第二次 出现的点数 随机变数Z 表示 两次 两次 出现的点数核 那它现在呢 要你求 例子 期望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这一项 我先把E of Z 造超在这里 那你看 例它代表的意义是 两次出现点数的总和 所以呢 例呢 它刚好就是 我们把 这个X 再加上Y 也就是你把第1次 的点数呢 加上第2次的点数就对了 所以呢 Z 要来等于 X加Y 这样 然后呢 我们利用 这一个定理 这个定理 就可以把 这个呢 拆开来变成两个 也就是 E of F 加上 E of Y 这样 那投资一次 出现的点数 我们在前面的 这个例子里面呢 就已经有算过 它的期望值是 7 2 也就是说呢 每一次的投资 的期望值呢 都会是7 所以呢 第1次投资的 期望值呢 是7 那第2次 投资的期望值呢 也会是7 这样 所以呢 两个加起来就是7 接下来 我们来看 独立的随机变数 的定义 一支 有两个随机变数 也就是 S跟Y 那随机变数 它所有的可能的值呢 是 S1 一直到 SN 那随机变数Y 它所有的 可能的值呢 是 Y1 Y2 一直到 YN 这样 那如果说 对于任何的 I跟J 都来等于 1 2 一直到N 也就是说呢 事件 SI 与YJ 都独立 那么 SY呢 就称为 独立的 随机变数 或者说 随机变数S 跟随机变数Y 独立 这样 那各位同学注意一下这一段话 他说对于任何的 IJ SI跟YJ呢 都要独立 也就是说呢 S1呢 它要跟 Y1 还有这个 Y2 还有Y3 一直到 YN 都要独立 这样子 那同样的道理 S2呢 他跟Y1 Y2 还有YN 也都要独立 那一样的道理 X3呢 他跟Y1 Y2 一直到YN呢 也都要独立 这样子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一个定理 这一个定理呢 是有关于 独立的 随机变数的定理 以至 SY 是独立的随机变数 那PiJ呢 我们把它定义为 P of S等于Si 且 Y等于YJ 也就是 我们把这个 PiJ呢 定义为 S等于Si 而且 Y等于YJ 的机率 这样子 那Pi呢 我们定义为 Pof S等于Si 也就是 我们把Pi定义为 S等于Si的时候的 机率 这样子 那PJ呢 定义为这样子 那么我们就会有 PiJ 等于 Pi乘上PJ的结论 那我们来证明一下 其实呢 这个定理它只是利用 独立的 随机变数的定义而已 我们在前面呢 我们在前面呢有学过 如果 Si 跟YJ 独立的话 那么 P Si 交集 YJ呢 只要来等于 就要来等于 Si 重上 P YJ 这我们前面 在 第8章一开头的时候 就已经有 交过了 那它这里呢 P Si 交集 YJ呢 就是 它这里定义的 PiJ Pi 那这个 P Si呢 就是它这里定义的 Pi 那这个PYJ呢 就是这里定义的PJ 所以呢 PiJ 等于 Pi 乘上PJ 没有问题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一个定义 如果 Si 是 独立的 随机变数 那么我们会有 下面这两个结论 第1个结论呢 就是 E Of S乘上Y呢 要来等于 E 乘上 E Y 也就是呢 我们可以把 这一个呢 拆开来变成 两个 这样 那这个呢 我们不证明 同学只要会用就可以了 那么呢 我们现在 把 这一个 E呢 来跟 这一个定义 做一个比较 你看 我们在这一个定义呢 没有要求说 X跟Y 一定要是 独立的 随机变数 这要特别注意一下 在这一个定义呢 是不必要求 SY 是独立的随机变数 但是呢 在这一个定义 我们一定要要求 S 跟Y是独立的随机变数 那么 这一个等式呢 才会成立 这要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 S跟Y不是 独立的随机变数的话 那么呢 这个等式是不会成立的 这各位同学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 第2题 第2题呢 它就是说 X加上Y的 便利数呢 它就要来等于呢 我们可以把 X加上Y拆开来变成两个 这样子 那同样的 我们把 这一个 来跟 这一个定义 做一个比较 我们在这一个定义呢 没有要求说 S跟Y 一定要是 独立的随机变数 也就是 我们在这一个定义呢 不管 S跟Y 独不独立 都是 成立的 那但是 在这一个定义里面呢 我们一定要要求 SY是独立的 那么 这一个等式 才会成立 要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 SY 不独立的话 那么 这一个等式呢 是不会成立的 那现在呢 我们来 证明 2给各位同学看 我先把 左式 照掏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利用 变异数的定义 我就可以把它 写成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把 这个 SE 先减掉 μx 也就是写在这里 然后呢 再加上 Y1 剪掉 μy 只在这里 这样子 那其他的 一子类推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 这一些平方 都把它展开来 然后整理一下呢 你就可以得到这样子 这国中生就会做了 各位同学自己 划减一下吧 那我们来看 这一个 这一个呢 他刚好就是 我们 Var of x的定义 那这一个呢 他刚好就是 Y的电力数的定义 也就是 Var of y 这样子 那这一个呢 我们把它照掃在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把 这一些小括号都乘开来 我就可以得到这样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进一步画点 你看 这里乘上PE 我们就可以得到 负的 S1 T1 μY 这样子 那样的道理 你看这里 负S2 μY 乘上T2呢 就可以得到 负 S2 T2 μY 这样子 然后你看这里 这边呢 它都有 μY 所以 负S2 所以我们可以把μY提出来 还有呢 负号我们也可以都提出来 得到 负 μY 然后 S1 T1 加上 S2 T2 再 加上点点 就只到 Sn Tn 这样 那你看这里 这里呢 它刚好就是 X的期望值的定义 也就是它刚好是 E 那E 我们根据定义 它是等于 把它写成μX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 这边呢 把它写成 μY 然后乘上μS 这样 然后呢 一纸类推 你现在可以把这个 负μS 乘上Y 再乘上T1 然后呢 再加上 负μSY2 乘上T2 然后呢 再加上 负μSYN 乘上TN 你也可以得到 它是要来等于呢 负 μY 乘上 μS 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把 这一些 三项的东西呢 把它 消掉一个 也就是呢 只剩下 μS 乘上μY 就可以了 这样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再进一步 化解 我们现在呢 可以把 这里呢 把它拆开来 我把它写在这里 我们可以把这里呢 拆开来变成 S E Y1乘上 T1 然后再加上 S2 Y2乘上T2 你加下去 加到 SN YN 乘上 PN 这样 我把它挂号一下 然后呢 减去呢 他这边 μS 乘上μY 这里也是 μS乘上μY 这里也是μS乘上BY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 μS 乘上μY 把它提出来 这样子 然后这里是 P1加 P2 一直加到 TN 这样 那P1加到TN呢 老师前面就已经跟你讲过 P1加到TN一定是等于1 所以这里就不用看它了 这样 然后 这里 我们根据 期望值的定义 我们知道呢 它是 E SY 这样子 然后这个-μS μY 照抄在这里 然后呢 E of SY 等于多少呢 我们就是利用 第一体得到过的 把它写成 E of S乘上 E of Y 这样 E of S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写成μS 就可以了 那E of Y 根据定义 把它写成 μY就可以了 这样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 这两个 将剪掉 所以留下来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就证明完毕了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一个例子 它说 XY是独立的随机变数 而且 取值都是 123 也就是呢 X呢 它有可能是1 也有可能是2 也有可能是3 那Y呢 它也是 有可能是1 也有可能是2 也有可能是3 这样 然后呢 它说 几率分配分别为 1分之1 3分之1 6分之1 也就是呢 1它对应的几率呢 是1分之1 那2呢 它对应的几率是 3分之1 那3它对应的几率是 6分之1 这样 那它第一题呢 要你求E of SY 但因为SY是独立的 随机变数 所以呢 我们利用 这个定理 就可以把它拆开来变成 两个 来做相乘 这样 那E of S 等于多少呢 E of S呢 它就要来等于 E乘上 1分之1 然后呢再加上 2乘上3分之1 然后再加上 3乘上6分之1 这样 那E of S也是一样 它是1乘上 1分之1加上 2乘上3分之1 加上 3乘上6分之1 所以呢 既然两个都一样的话 我们就是把它 平方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题 第2题 我们可以利用 这一个定理 但是呢 你看 它这里是加的 那这里是加的 这样 那你看你这里 你这里是减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一个 变一下 也就是呢 把它变成 VAR3X 加上 52Y这样子 这样子就满足了 它这里要求是 加的 那呢 我们就是可以把它拆开来变成 两个 也就是呢 把它拆开来变成 VAR3X 3X 加上 VAR -2Y 这样子 那 VAR-2Y跟 VAR-2Y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呢 VAR-2Y呢 它只要在等于 VAR-2Y VAR-2Y 然后把这个负荷提出来 做平方 这样子 那我们前面呢 在这一个定理 就已经有说明过了 那所以呢 现在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这样子 然后呢 你看 我们这一题的 VAR-2Y 跟VAR-2Y 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现在呢 S跟Y呢 他们的 定义 都是 一样的 你看 S跟Y 都一样了 然后他们的 机率都一样了 所以呢 VAR-2Y 一定是等于 VAR-2Y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 这个VAR-2Y呢 改成VAR-2Y 所以呢我们 把这两个加起来 就可以得到13 VAR-2Y 这样子 然后呢 VAR-2Y呢 我们 利用变异数的定义 就可以得到了 我们呢 刚刚在第一题 就已经有得到过 E S 等于 μ 等到等于 1乘上2分之1加上2乘上3分之1加上3乘上6分之1 得到 3分之5这样 所以呢 我们这里的 我们这里的 秘密呢 都是3分之5 然后呢 这里是 对应这个 123 123 这样 然后这里是几率 1分之1 3分之1 6分之1 这样 所以答案就是这样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个翻例 这个翻例呢 它是要 投资 一个公正载子 3次 然后呢 用X 来表示 出现的点数核 那这一题呢 跟我们前面的 这一题呢 是非常类似的 也就是呢 我们知道 投资一次的 期望值是 7分之 投资3次 的期望值呢 就是我们把 7分之7乘上3就对了 所以呢 答案就是 10.5 那接下来 第2题 第2题呢 我们先令 S1代表 第1次 出现的点数 那S2代表第2次的点数 X3代表第3次的点数 那么呢 S1它的便利数呢 就要来等于 这样子 这我们前面 就已经有跟你说过了 各位同学去复习一下 应该是在 前面 48页的地方 然后呢 要等于呢 这样子 然后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的投资呢 一定是 独立的 所以 S1 S2 S3呢 一定是 独立的随机变数 而且呢 我们知道 S 它是表示出现的点数核 所以呢 X呢 他一定要来等于呢 第1次的点数 S1加上第2次的点数 S2 加上第3次的点数 S3 这样子 那所以呢 VAR S呢 VAR S呢 它就要来等于呢 VAR S1 加 S2 加 S3 这样子 然后我们利用 这一个定理 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来 也就是呢 拆开来变成这三个 然后每一个呢 我们知道都是等于 三分之 8.75 所以我们 把它乘以3就对了 得到 8.75 就会购物 再购物 再购物 再购物